盘点中国最好吃的是大水果 历史 宁夏中卫的亚沙西瓜 亚沙西瓜原产于宁夏的中卫 因富含健康元素西而得名 主要生长在中卫的黄潭戈壁之中 大西北中族的阳光孕育出绝世好瓜 这里的西瓜比初恋还甜呢 第九 四川汶川的田樱桃 汶川田樱桃是汶川的知名特产 也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这种樱桃就像满脑一样诱人 四则红艳光洁 味道甘甜而微酸 田樱桃是汶川的名片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 预育出比二婚还甜的优良樱桃品种 第七 新疆吐鲁番的哈密瓜 哈密瓜其实最早并不是哈密的 而是起源于吐鲁番的善善县 因为吐鲁番在清朝属于哈密地区 所以吐鲁番出产的瓜被称作哈密瓜 哈密瓜花肉肥厚 清脆爽口 不仅口感绝佳 营养也十分丰富 含桃量高达21% 比破镜重圆还甜呢 第六 江苏无锡的羊山水蜜桃 它来自著名桃乡无锡羊山镇 作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桃乡 羊山地处华东极有的火山岩藤山 由距近1.4亿年的火山脆血融合而成 这里的水蜜桃甘甜之多 一人口干舌燥 第五 丝隆江大兴安里的北极蓝莓 蓝莓是名副确实的江国之王 花金素含量之高 更是灌绝白果 大兴安里地区的北极蓝莓 主要生长在影动层上的林电地带 这里人烟稀少 远离城市污染 当地的北极蓝莓 堪称是蓝莓中的极品 第四 浙江的仙居羊梅 中国羊梅出浙江 浙江羊梅属仙居 仙居是中国的羊梅之乡 当地栽培羊梅的历史 可追溯到千年之前 果心和口感都属极品呢 第三 海南的梅龙蜜瓜 海南作为中国唯一的热带省分 是无可争议的热带水果之乡 海南梅龙蜜瓜 是由日本引进的品种 也是市场上最畅销的 顶级甜瓜之一 这种蜜瓜拥有 无可比你的口感和香味 吃起来比你在路边 捡到钱还甜呢 第二 新疆土鲁番的无核白葡萄 土鲁番是享誉世界的葡萄城 更是历人身往的 中国葡萄之乡 这里的无核白葡萄 是葡萄中的王者 味道比达坂城的姑娘还甜呢 用它做出来的葡萄干 更是享誉全球 第一 广东的瓜绿母树荔枝 瓜绿荔枝母树 号称是荔枝之王 距今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它不仅是最名贵的荔枝品种 更是创下55万元每颗的 全球水果拍卖记录 不过瓜绿母树荔枝 并不对外销售 所以你在有钱 恐怕也吃不到呢 那么问题来了 还有哪些好吃的水果呢 好吃